你70到75岁 如果还能做到以下七条 那就太棒了 以前的生活条件比较差 很多人说70岁那边是古稀之年 不过现在能够活到70岁的老人 其实也挺多的了 不过能够活到70岁是一回事 能不能活得轻松自在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70至75岁 如果还能做到以下七条 那就真的太棒了 没有给子女添加养老上的压力 就算我们不完全指望子女来养老 但是到了老年阶段 有些时候就不得不依靠子女了 就比如说生病了 有时候确实得需要麻烦子女 所以到老年阶段 想要完完全全不给子女添麻烦 似乎不太现实 再加上很多人到了70多岁时 身体已经出现了不少老年病 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得长期吃药 或者动不动就得往医院里面跑 再加上自己年纪大了 身体比较差 有时候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感冒 很可能也得好几天都没好 所以说到了这老年阶段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自己就能照顾自己的生活 完全没有给子女增添任何的压力 那也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毕竟子女有自己的压力 如果我们做父母的 还时不时地给子女添压力 那么子女的生活 怕是也会比较糟糕 在生活上几乎没有多少烦恼 反正每天也挺乐呵的 谁都希望自己的生活 能够平安喜乐 而且别人过生日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一句祝福语叫做 祝你平安喜乐 但是在生活中 能够做到经常开心快乐 可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那种贫困的家庭来说 有时候只是一点小小的事情 但是对于贫穷的家庭来说 很可能就已经是一个大麻烦了 也正是因为生活上的一些烦恼 所以想要做到开心快乐 并没那么容易 这也意味着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开心快乐地活着 那么我们的老年阶段的生活 就还算得上是比较美好的 当然想要过得开心一点 那也是有方法的 最起码自己的心态要控制好 如果自己的心态都不好 那确实有点难以快乐 能够做到与女婿以及儿媳妇关系 都处得还算可以 我们说女婿顶半个儿 也有人把儿媳妇等女儿来看待 不过也有的人经常闹婆媳矛盾 也有的岳父岳母压根就不待见自己的女婿 如果我们没办法做到与子女的对象搞好关系 那么我们的子女与我们的关系 怕是也好不到哪里去 毕竟儿女有时候也得听他们对象的话 儿女也得考虑他们对象的心理感受 年轻的时候已经攒下了足够多的养老钱 养老仅仅是吃喝这一方面 也就是伙食费 其实是花不了几个钱的 老人开支的大头 我觉得应该是看病买药 毕竟看病比较贵 而且老人的身体又比较差 如果经常生病 那确实需要不少钱去看病 而且有时候去到医院里面还得做检查 这个检查费用那也是不低的 所以如果在老年阶段之前 就已经攒够了足够多的养老钱 那么养老的话就会轻松许多 还有一套房子可住 而且不需要跟子女住一起 老年人租房子住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能不能租得到是一回事 更重要的是老年人这点退休金 怕是难以承担房租 如果能够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生活上的开销就会少一点 而且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 就不需要跟子女挤在一起 这样一来 因为跟子女见面的次数少了 所以闹矛盾吵架的情况也就少了 能够有些兴趣爱好 生活上不会觉得太孤单无聊 并不是每一个老人都有兴趣爱好的 就好比年轻人 有的年轻人喜欢去钓鱼 去打牌 去打游戏 但也有的年轻人生活上 并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老年人也一样 有的老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兴趣爱好 可是退休之后比较空闲 如果没有兴趣爱好 没什么事情可做 那样的话 怕是会有些孤独 有些很无聊 能够死得起 后事就算是简简单单地办一下 那也是需要花一些钱的 特别是如果需要买墓地的 那需要花的钱就更多了 有的人自己就已经面临很大的养老压力了 压根就没有几个钱 子女也没有太大的本事 在这种状态之下 万一哪一天走了 说不定连买墓地的钱都未必有 所以说别看有些老人年纪挺大的了 但是有的人很可能真的死不起 所以有的老人也会特意交代子女 如果哪天走了 后事就办得简单一点 我62岁想再婚 找老伴就一个条件 大我10岁的老大哥说 我答应你 我叫海英 今年62岁 都说老年人害怕孤独 虽然我还不算老年人 但我得提前做好准备 我退休前是厂里的一名会计 我的老公也算跟我两小无猜 我们是高中同学 后来结婚 新婚之夜 婆婆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婆婆要求我婚后上交工资 她说她要统一管理 我要用钱时再跟她要 我没同意 当时老公还劝我 让我听婆婆的 还说自己上班后 工资都是交给婆婆 现在我们结了婚 自然也要交给婆婆 可我心里明白 老公又不是独子 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跟一个妹妹还没成家 这钱要是交给了婆婆 以后指不定还是谁的呢 因为这时 我跟婆婆后来闹得很僵 两个人到最后都不怎么说话 因为我坚决不松口 后来我拉着老公搬出来单独过 日子才算好了很多 这些年我跟老公勤俭持家 共同把儿子抚养成人 老公能吃苦会挣钱 也积累了一些财产 好不容易盼着儿子上了大学 想着他以后工作成家 我们就可以抱孙子了 我们就充满期待 可不幸的是 老公46岁那年生了一次重病 虽然积极治疗人还是走了 老公走后 我痛不欲生 好在儿子坚定地支持着我 我这才挺了过来 为了儿子我也要坚强 儿子后来大学毕业 顺利找到工作 还谈了女朋友 我心里特别高兴 我当时手里握着不到200万的存款 我担心儿子以后吃苦 就想全款把房子买下来 房子写我的名字 儿子结婚后 给他们小夫妻俩住 本来未来儿媳答应得好好的 谁知她回去一商量 就变了挂 儿媳说 既然房子是买给他们结婚的 就该写他们小夫妻的名字 可这是我跟过世的老公 一辈子打拼下来的钱 怎么能轻易给了他们 不是我不信任儿媳 如今这个年代 小夫妻未必能够真心走到最后 我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后来我给儿媳两个选择 要么全款买房 名字写我的 要么贷款买房 房子写你们夫妻的 你们自己贷款 儿媳后来选择了后者 我给了他们六十万付了首付 剩余的他们自己贷款慢慢还 我本来觉得这样的结果也不错 至少我还留了些养老钱 谁知这钱花出去 儿媳对我的态度越发恶劣了 刚结婚就对我爱搭不理的 一开始看在儿子的份上 我也不想跟他计较 谁知他后来怀孕 又开了一连串的费用 让我出 什么产检 各种补品 婴儿用品 进月子中心 请月扫 所有的费用合计起来 将近二十万 让我一次性打到他的卡上 我看了明戏真的很生气 我想我又不欠你们的 无非就是因为买房子有了争执 又让他探底知道了 我手里还有多少钱 他就盘算起这个来 这一次我没有选择妥协 我给了儿子两万元红包 告诉他这是给未来孙子的 至于其他的我就不管了 儿媳很生气 自从生了孙子就不要我管 他喊来他妈妈在照顾 有一阵我心里很郁闷 日子久了我也看淡了 想着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还落得清静呢 因为跟儿子儿媳这种关系 我不得不为以后考虑 我原本还想着靠儿子儿媳养老 以后只怕指望不上了 我还想自己还年轻 趁现在找个老伴培养感情 以后老了可以互相照顾 也吃不了苦 既然是再婚 我就很慎重 前前后后我接触了好几个男士 都不是很满意 他们一见面就问个人经济情况 还问家里有没有负担 甚至还问我身体有没有慢性病 看到他们那么现实 我就没有继续相处的动力 直到后来我遇到老沈 他虽然大我十岁 但是我对他十分满意 老沈当时也刚退休 虽说他比我大十岁 可是因为经常锻炼身体 又注重形象 看上去倒向六十岁出头 老沈兴趣广泛 他跟我交往时 并不像其他人一样 打听这打听那 也不要求我擅长家务 他倒是经常带着我往外跑 他带着我爬山 郊游 介绍他的徒步旅游的朋友 给我认识 朋友们小聚 他也带我去 我感觉他很在乎我 听到朋友们打去我们 他总会过来维护我 老沈追求我时很浪漫 给我送九十九朵红玫瑰 送我口红 带我看电影 给我买衣服 总之一切我想到的他 都会去做 他对我百般呵护 令我感动 我跟老沈交往了大半年 一次提到钱的事 我跟老沈说 我心里有个想法 如果你愿意跟我结婚 我对你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退休工资要交给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工资 心里总是有个结 以前前夫还在时 他的工资也都是交给我 我想既然我跟老沈以后是夫妻 那么他的退休工资 自然要交给我 一开始老沈还笑着拒绝 他说 那怎么成呢 我这个人兴趣那么广泛 很多事情上要花钱 钱给了你 我连支配的权利都没有了 可后来老沈还是过来找我 主动跟我说 他同意了 婚后就把退休工资交给我 其实我不是在乎这个钱 我就是在乎我在他心中的地位 可谁知老沈突然跟我说 他也有个交换要求 老沈说 结婚后 他想住在我家 我一听就愣住了 哪有男方住在女方家的 老沈说 他家那个大龄儿子 至今还没结婚 这里面也有没有婚房的原因 既然他把退休工资交给了我 我就要负责他以后的养老 他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儿子结婚 这样对大家都好 听了老沈的话 我心里很复杂 我从来没有想过 把男方带到我家来住 这样会被人笑话 而且老沈这样做 我就要对他负责一辈子 以后他老了 若是不能动了 他就指定赖上我 说不定他儿子都不管他 我又小他十岁 岂不是到老都要伺候他 这么一想 我又不想同意了 儿媳安排全家旅游 三天后看到他递来的账单 才发觉我是冤大头 岛屿有人说 人越老就越容易多想 越容易多比较 比较孩子对谁孝顺 比较孩子对哪个父母偏心 是老人心胸狭窄了 还是年轻人做事不公允 其实 比较的事情一旦多了 就会心寒 心寒多了 就会难过 57岁的宋阿姨 以为儿媳妇一片孝心 要安排全家人旅游 还把他和老伴都带上 在出去旅游了三天后 刚回到家没多久 而媳妇就递过来一份账单 上面清清楚楚 写着全家出门三天旅游所 花费的所有明细 看到这份账单 宋阿姨和老伴都恍然醒悟 自己不但是个自动取款机 还是个冤大头 出门旅游时 他们有多么高兴 多么炫耀孩子孝顺 如今就有多么丢人和失望 讲述人 57岁宋阿姨 我叫宋敏 今年57岁 和老伴在儿子家 已经住了七年 也带了孙子六年 自从我一退休 就被儿子的一个电话 给喊了过去 儿媳妇怀孕了 怀想不好 儿子希望我能全天候 守着儿媳妇 儿子儿媳结婚了三年 却一直没有好消息 如今儿媳妇终于怀孕了 我自然是喜不自禁 连声答应了下来 然而 我却没想到 自己的一生答应 却把自己和老伴的所有积蓄 和退休金 全都给搭上去 儿子结婚时 独生女的儿媳妇 又是要市中心一套房 又是要十六万八彩礼 我和老伴竭尽所能 给儿子买了婚房 却只凑齐了十万彩礼 为此 我们还被儿媳妇 好一番数落和埋怨 儿子婚后很长一段时间 儿媳妇连爸爸妈妈 都不曾喊过 如果不是儿媳妇怀孕 需要我去照顾 或许儿媳妇也不会低头 虽然我和儿媳妇的那点隔应 不算多大的事情 可儿媳妇却一直很记仇 去到了儿子家之后 我就主动包揽了 一切家务活 不让儿媳妇操半点心 家里没米没油了 我都主动掏钱去买 每个儿子要过半分钱 而之后 不知道是儿子忘记了 还是儿媳妇不肯给 我就没见过儿子儿媳的半分生活费 虽然我自己也有退休金 但儿子儿媳如此心安理得花 我的退休金 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只是这点不舒服 在随着孙子出生后 就彻底消散不见了 看着白白胖胖的可爱大孙子 我乐得几乎掏心掏肺 把自己的全部退休金都给搭进去了 可小孙子是个吞金兽 奶粉尿库 儿媳妇都指定要大品牌的才能用 小品牌便宜一些的 她都说不放心 说孩子就应该用最好的 但儿媳妇从来只是嘴巴说说而已 却很少自己掏钱去买奶粉和尿库 只是轻飘飘发句话 安排下去 自己就不管了 不出钱不出力 如此这般 带了三年 孙子也上了幼儿园 我主动提出和老伴回老家 可儿媳妇不愿意 说她最近怀上了二胎 让我继续留下来 帮着他们多带几年孩子再说 见儿媳妇怀上了二胎 我和老伴又喜又忧 喜地是家里天丁进口了 忧的是我们的钱包 又要再次缩水了 果不其然 之后儿媳妇的花销更大了 还整日抱怨儿子不中用 没有什么本事挣大钱 我们哪里舍得儿子眼睁睁被儿媳妇骂得不缓口 只能悄悄又包揽了儿子的房贷 如此这般之后 儿媳妇才消停了许多 儿媳妇生下孙女后 就撒手不管 孙女的一婴事情 全都是我和老伴在操心和张罗 我也曾有过抱怨 可每次看到儿子憋屈的样子 以及两个孙子孙女可爱的样子 我又咽下了这口气 如此一待 我们又待了三年 眼瞅着孙子上小学 孙女也上了幼儿园 我们准备跟儿媳妇摊牌 说回老家的事情 结果 刚放暑假 儿媳妇就大张旗鼓地说 我们带孩子几年辛苦了 要安排全家旅游 好好犒劳下我们 我做梦都不曾想到 儿媳妇会如此体贴和孝顺我们 虽然有些不敢相信 但我和老伴还是欣慰地笑了 觉得自己这些年的付出没有白费 儿媳妇行动很快 很久就把全家人的机票和酒店都订好了 只是出发当天 看到两位亲家也一并前来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儿媳妇还邀请了她父母 我只是有一瞬间心疼儿子的钱包 毕竟多两个人就多好几千的费用 可儿媳妇安排的旅行 我也不好服她的面子和好意 只能沉默不语 顺利达到目的地之后 儿媳妇就开始张罗着逛景点 打开各种美食店 可每次儿媳妇都是兴冲冲 带着她父母往前冲 还让儿子随时跟着 好随时给他们留影纪念 而我和老伴 则默默带着两个孩子跟在后面 可孙子孙女也很好奇 总是东奔西跑 我们两个人年纪也大了 哪里跑得赢两个孩子 往往是我们刚追上孩子 孩子又嬉笑着跑开了 因此一整天下来 我们都是在各种找孩子 哪里顾得上停下脚步看看风景 品尝下美食和留影拍照 跑了两天 我和老伴就精疲力尽了 想跟儿媳妇说提前回去 可话到了嘴边 又硬生生给咽了回去 儿媳妇正是在信头上 我如今去打断她 无疑就是犯了她的大忌 到时她又会跟儿子闹得不安生 为了儿子 我们还是妥协了 跟着儿媳妇和两位亲家 跑了三天 三天后 儿媳妇终于意犹未尽地准备 打道回府了 看到这 我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只是我们刚回到家 儿媳妇就给我们递上来一份账单 说是全家出游三天的所有花销 我有些闷闷 全家出游 儿媳妇把账单给我们做什么 谁知道 儿媳妇却开口道 爸妈 一家人出去旅游挺开心的吧 可这些钱都是我先垫付的 你们儿子工资发不出来 也自然付不起这些钱 要不你们就帮他给付了吧 我有些错愕 老伴却先把账单拿了过去 没多久就脸色阴沉了下来 我也凑过去一看 顿时就跟着头大了起来 原来全家三天旅游 儿媳妇不仅把机票酒店的费用 全都列上去了 就连一家人的吃喝玩乐 以及他给他妈妈买的八千块钱手镯 给他爸爸买的五千块钱景区 特产也全都加了上去 看到这一份账单 我顿时发现 我和老伴就是个冤大头 而媳妇哪里是孝敬我们 请我们去旅游 而我们哪里是去旅游放松 压根就是两个移动的自动取款机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和老伴是个冤大头 辛辛苦苦带了六年孩子 掏空了自己的钱包和退休金 却没有换来儿媳妇的一具感激 儿媳妇都懂得给他父母买礼物 却不懂得给我们也买一份礼物 如今他给他父母买礼物的钱 还得我们来出 我越想越觉得自己这些年的付出 就是一个笑话 我和老伴辗转反侧了几个晚上 在痛定思痛之后 我们决定收拾行李回老家 我们要回去的时候 儿子没说话 而媳妇也只是象征性挽留了几句 而等我们回去后 彻底断了儿子的房贷和家用后 而媳妇这才急了 连夜催着儿子回来跟我们求情 可我却不想再心软 虽然我们也心疼儿子 可对他的窝囊和不争气 更为恨铁不成钢 自己的父母不维护 只知道一味的欺管炎 这样的儿子也算是白养了 你支持送阿姨跟儿子断绝关系吗 女婿 年后我去你家养老吧 每月给你三千块 男人 答应我三件事 一段幸福的婚姻关系 不仅仅要求夫妻之间 能够坦诚相待 有足够的感情 作为保护的屏障 还更加的需要各自家庭中的支持 以及理解 无论是在面对什么样的事情 时候都应该如此 互相体谅 避免更大的矛盾发生 才是最重要的 不少的家庭关系中 之所以有些问题迟迟无法解决 其实很大的程度上 是因为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没有公平的相待导致的 尤其是在老人的养老问题上 更是如此 当多个子女共同承担起老人的养老问题时 如若无法做到相对而言的公平 无法让彼此心中的不满说清楚 讲明白的话 迟早会让矛盾愈演愈烈 只不过对于聪明人来说 懂得如何去处理问题 更懂得如何去维护一家人的关系 一位刘先生就讲述了自己过年期间的经历 对待岳母、养老的问题上面 做出了自己最好的决定 讲述人 刘先生 我的岳母退休之前是当老师的 现在光是每个月的退休金就有四千块钱 而且他退休之后还跟别人一块开了一个培训班 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招了不少的学生 不过后来因为年龄大了 他也就把培训班转让给别人了 自己也算赚了一笔钱 再加上他每个月的退休金以及存款 在经济方面是很有保障的 岳父去世的早 这么多年以来岳母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的 她总是跟我说 我们母女俩这以后也只能依赖你了 以后麻烦你的事情只会越来越多的 你得多担待 其实情况并非她所说的那样 因为岳母有一个儿子的 只是生活并没有那么的顺利而已 岳母这人脾气好 也许是因为她做了几十年的老师 大道理小道理都懂很多 虽然每次都会跟我诉说这种比较心酸的话 但是从来也没有真正张口麻烦过我 有什么事情她都是给我的妻子打电话解决 几乎很少麻烦过我 这些年也一直都相安无事 但是今年过年的时候 岳母却很严肃地跟我说了一件事 她说 女婿 年后我去你们家养老吧 我现在也六十多岁了 折腾不动了 前段时间发烧在家里也没人照顾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身体不行了 只能跟你们在一块养老了 其实岳母的话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因为我一直觉得养儿防老 岳母有儿子 我也有父母 不应该提出让我养老的 所以就笑着回复她 妈 您开什么玩笑呢 您现在身体健康 不愁吃喝的 正好是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 您可不能说这种丧气话 况且您还有个儿子呢 我听小丽 妻子说她现在过得可是有姿有为儿的 可比我们要富裕得多 让他们好好孝敬您 但是岳母却苦笑着说 我那儿子要是能够有你一半孝顺就好了 其实岳母之所以这么说 我也是多少听过一些的 说白了就是被惯坏的 小舅子的条件可是比我好太多了 当初结婚的时候 连房子都是全款买的 差不多一百多万了 车子也是个二十来万的好车 就连她的工作 都是岳母当时托关系找人给安排的 可以说她的生活足以无忧无虑了 可这也造成了她花钱大手大脚 过度地依赖父母的帮助 很多事情也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几乎很少会为家庭考虑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五年前过年的时候 小舅子张口问岳母要钱 一张口就是十万块钱 就是为了换一辆更好的车 我当时还挺不适滋味的 跟妻子说起过都是做子女的 这样有些不宫廷 可是妻子当时却说了一句话 我弟从小就这样 没办法惯坏了 况且我都嫁到你家里了 我哪里好意思张口问我母亲要钱 而我也只是心里有些不舒服 并没有过多地去在意了 因为我当时也觉得岳母以后 要靠小舅子养老了 多给儿子帮助一些也是应该的 只要不是全部留给儿子 心里也有一点 为我们考虑的话也就够了 而如今岳母主动跟我说起了 养老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只是尴尬地应付了一下 那天晚上 我问妻子到底是什么情况的时候 妻子才跟我说出了实情 我妈没开玩笑 她跟我说了好几次 想要搬到咱们家里了 所以这才趁着过年回来了 想亲自跟你说一下 你爸妈离咱们家近 也不用来咱们家里养老 咱们家也有一间空房 就让我妈搬过来吧 我说 那为什么 你妈不跟着你弟弟一块住了 养儿防老 这你弟弟可是得到了你全家的支持 又是买房 又是买豪车 现在轮到他给养老了 他怎么不给好好照顾 妻子跟我说 爱 就是惯坏了 没结婚之前 我妈找人脱关系的 给他找工作 攒了一辈子的钱 给他买房买车 退休了之后 他还一直张口问 我妈要钱 一个月要两三回 每次都是一两千 我妈那点退休金 基本上都是帮助他了 之前他办了几年培训班 本来赚了点钱 结果还是被我弟弟要走了 前段时间 还专门跑回家 想要让我妈把房子卖了 搬过去跟他们一块养老 这一点 我妈还是没犯糊涂 就不肯答应 我妈心软 又不拒绝不了 又心里觉得给的太多了 怕自己以后 万一生病了 手头没钱 又怕在家里住着我弟 一直找他卖房子 所以才想着来我们家养老 起码这钱能握到自己手里 房子的事情也能缓缓了 我听着妻子这么说 也是有些无奈 那你妈拒绝了就好了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弟现在都成家了 都有孩子了 我就不信他 不给你妈养老 花了那么多钱 现在养老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妻子却说 不是他不给养老 是他没办法养老 这房子倒也大 但是住了一个保姆 住了俩老人 还住了一个孩子 要是我妈也搬过去的 画家里哪还能住的下人 她那岳父母都搬在家里住 她那岳父瘫痪了 她岳母又是残疾 说是送养老院送了好几年了 就是送不进去 都是因为她媳妇不乐意 她是在家里处处听她媳妇的话 把我妈接过去 还是天天吵架 我妈也过得心累的 我听着妻子的话 也是心疼岳母的处境了 想必这样的情况 放在谁身上都会无奈了 隔天岳母又一次说起了养老的事 她说 你要是觉得心里不舒服 我搬过去之后 每个月给你三千块钱 就当是我的生活费了 这样也能缓解你们的生活压力 我其实昨晚听了妻子的话之后 其实也考虑了很久 这一次也没有直接拒绝 而是说 妈 您过去养老可以 但是咱们有些丑话说前面 做到三件事就行 您也考虑好 这样的话 避免以后的矛盾 第一件事 养老可以 但是您提前要规划好 以后的存款分配 按理来说 我不应该过问您的这些事情的 但是您也知道 您这些年给小华 小舅子的帮助可不少 其他的地方不说 就单单说 经济方面可帮助的太多太多了 它给您养老也是应该的 但是具体的原因小力也跟我说过了 我没办法那么狠心地拒绝 但是我们也要讲究一个宫廷 我不会多要 但是起码您的存款 以及以后房子的分配 都应该一人一半 这样才合理 第二件事 得让小舅子他们掏钱 每个月两千块钱当作生活费了 至于您要不要给我们钱帮助我们生活 我您说了算 这些年我跟您的相处也很好了 您对我也挺好的 所以我不会故意地跟您要钱的 但是小舅子他们得掏钱了 您的养老是两个孩子的事情 能出钱的出钱 能出力的出力 他既然没办法把您接到身边给您养老 那么出钱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这是我们可以一家人坐下来 好好商量清楚 这笔钱他得掏 不能说光享受了您给的帮助 却不给您养老 这是不孝 如果他不答应 我也希望您能果断一点 以后的存款 以及养老金什么的 就跟他没有关系了 到时候看他怎么说 第三件事 如果有一天您的养老 跟我的父母养老发生冲突了 我也希望您能够理解我 我只好给您送到养老院了 这一点您也应该理解我 都是为人子女的 如果我的父母有一天 需要我给养老的时候 我必须得为他们考虑 所以接他们到我身边 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到时候 如果您不愿意去 小舅子他们家养老的话 那我也会给您送到养老院 至于费用的话是两家承担 或者是把您的房子卖了来承担 也希望您理解 我的这三件事情 也是我深思熟虑过后的想法了 岳母没有拒绝 也笑着接受了 只不过后来 与小舅子一家人 商量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并没有那么的顺利 闹出了一番争吵 主要还是出钱的事情 他们又不愿意给岳母养老 又不愿意拿钱给我们 或者说不肯给两千 只肯给一千 最后也是我的态度 让他们妥协了 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岳母所答应的我第二件事 只要有这么一个筹码在手上 小舅子一家人 不愿意给岳母养老 也得三思而后行了 只不过 在岳母的这件事情上面 也让我突然明白了下来 经济情况好 也不代表家庭好 经济情况 优秀 也不能够代表老人的晚年 能够幸福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 都懂得孝顺 也并不是每个老人 都懂得如何养老 好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 懂得拒绝 懂得帮助 懂得如何与子女们 共同规划养老的事情 才是最重要的 你们说呢 婆婆瘫痪十年 临走把存折和房本给我 她过世 我把这些都给了姑姐 有人说 亲情是一场 无需偿还的亏欠 是默默地守护与付出 血浓于水 是无论岁月如何 沧海桑田 都不会消逝的温暖港湾 瘫痪十年的婆婆过世 我拿出房本和存折 告诉姑姐 姐 咱妈说了 这些都留给你 这些年辛苦你了 也委屈你了 姑姐不知所措地拿着房本和存折 哽咽地说 弟媳 谢谢你 我知道这是你的善意 更是你的温暖亲情 谢谢你 人与人之间 付出与得到本应成正比 却在很多老人的心中 儿子是继承家产的人 女儿是为自己养老兜底的人 无功不受禄 我和老伴没有照顾婆婆几天 这些家产就该是 为婆婆奉献十年 还失去婚姻的姑姐 不能让付出和受委屈的姑姐 看不到亲情的温暖 我叫周秀敏 52岁 退休两年 每月3600退休金 女儿已经参加工作 儿子独五年级 老伴还有好多年才能退休 瘫痪十年的婆婆走了 临走前 她告诉我房本和存折在柜子里 小声地跟我说 小敏啊 这些你拿好了 都是留给我大孙子的 别让你姐知道 说着还微微抬头 往房间外看了一眼 姑姐在忙碌着做家务 随后婆婆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我家姑姐比我大五岁 婆婆瘫痪那年 她没有跟老伴商议 擅自做主提前内退 姑姐把瘫痪婆婆接回自己家照顾 她老伴不愿意 两个人为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那时 我家二胎儿子刚刚一岁多 正需要人照顾 姑姐让我安心 婆婆她负责 姑姐跟老伴大吵一架 带着我婆婆搬到她们的一套小房子居住 半年后 姑姐离婚了 我对姑姐离婚非常内疚 但姑姐却很释然 她说自己这样 就可以全身心伺候婆婆 婆婆却认为 姑姐离婚 是件见不得人的丑事 没有感激姑姐的付出 反而觉得丢人 经常用话语说姑姐 这里做得不好 那里又做得不对 各种花样找茬 眼看姑姐一天比一天憔悴 白发一天比一天增多 我和老伴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周末我和老伴休息 去姑姐那里替换她 姑姐都说不用 让我们好好的生活 亲情是一种无声的付出 姑姐每天从早到晚地照顾婆婆 可婆婆不仅没有感激的话 反而脾气暴躁 时常因琐碎小事折腾姑姐 姑姐为婆婆吃饭慢一点 她就用眼睛瞪着姑姐 故意把碗打翻 说姑姐想虐待她 姑姐给婆婆擦身体 动作重点 水温不够 婆婆就大声训斥 能够唠叨姑姐一整天 善良的姑姐 每次都小心翼翼地照顾婆婆 即使婆婆大小便失尽 姑姐也不说一句话 有次姑姐推着婆婆出来晒太阳 刚到楼下 婆婆就拉了一裤子 不穿成人纸尿裤的婆婆 居然当着那么多人 黑白颠倒地说 姑姐虐待她 不孝顺她 在外人跟前给姑姐难堪 很多看不过去的人都说 姑姐 你把这样的老人送养老院去吧 姑姐不说话 默默地推着婆婆回家 耐心地给婆婆清洗 却时常遭遇婆婆的恶作剧 有次我回去看望 亲眼看到婆婆把身边的脏衣服 故意扔在姑姐的脸上 自己还傻笑 看着一脸憔悴的姑姐 不仅没有生气 还对我笑了笑 说婆婆的手还是很有力气的 有次姑姐给婆婆洗澡 婆婆居然用手拧姑姐 等她们洗好 我看到姑姐眼中的泪花 老伴时常劝说婆婆 告诉婆婆 姑姐有多委屈 还说姑姐为了照顾她 被老伴离婚 婆婆理直气壮地说 她是女儿就该伺候我 至于离婚 使她没本事 管不住男人 遇到这样的亲妈 也是姑姐的悲哀 默默奉献自己的一切 抛夫妻子的照顾 却得到这样的评论 任谁都会心寒 姑姐却时常跟我说 自己的亲妈 我不能跟她一样 她现在就是孩子的心理 婆婆在姑姐离婚这件事上 始终认为是姑姐无能 拿不住老伴 被老伴修了 是姑姐自己的错 我和老伴觉得 婆婆对姑姐太苛责 亲妈如此对待女儿 我做儿媳 也不能多说啥 也许 这就是他们母女之间的因果 一切顺其自然吧 姑姐照顾瘫痪 亲妈十年 还是亲妈眼里心里的外人 房本和存折都不告诉她 我和老伴每月都会给姑姐五千费用 因婆婆的私心 她早就把退休金卡交给我了 我想着给姑姐 可姑姐却说 你们有两个孩子 需要花钱的地方多 你们拿着吧 不论婆婆如何折腾姑姐 姑姐都一如既往地迁就婆婆 任由婆婆的折腾和言语讥讽 没有伺候过失能老人的人 是体会不到其中的心酸 唯有真正照顾过 才知其滋味 忙完婆婆的后事 我拿出房本和存折 跟老伴商议 这些都给姑姐好了 不是我们有钱 也不是我们大方 而是姑姐离婚时 啥也没有 家里两套房 一套给了儿子结婚 一套被姑姐老伴要了 姑姐属于没有房子遮风避雨的 离婚单身女人 因照顾婆婆 没有时间照顾儿子家孩子 也被亲儿子埋怨和嫌弃 我跟老伴说 养儿防老 你做儿子的照顾过婆婆几天 这慢慢十年 都是姑姐在付出 老伴拉着我的手说 真难为你这样大度 那我们尽快把房子过户给姐姐 让姐姐也能踏实安心地 安度自己的老年生活 姑姐拉着我的手 始终不愿要存款 也不愿要房子 说这些应该是婆婆 留给我家儿子的 我告诉姑姐 不要跟我们谦让 这些是她应得的 若照顾老人的子女 到最后啥也没有 岂不是寒心 任何时候 付出的人都会得到善待 会有回报 姑姐拉着我的手哭了 既哭自己的无奈 又哭自己 从此没有了母亲 我说不论到什么时候 姑姐还有我和老伴 还有我家女儿和儿子 善良的人 始终会被上天眷顾 小事件人品 大事件人性 无事件人心 哲学家帕斯卡说过 不要从特殊的行动中 去估量一个人的美德 而硬从日常的生活行为中 去观察 生活中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每件事都牵扯到了利益 感情 处事能力 心态等 事情很五花八门的 但是归纳起来 就是大事 小事 剩下来的时间 就是无事 想要真正看清一个人 可以观察以下几件事 一 小事件人品 韩非子里写道 圣人见微以之蒙 见端以之末 故见向主而步 知天下不足也 细微的地方 很容易被人忽视 但恰好是大事发生的开始 也是判断事情 发展趋势的最佳机会 聪明的人 总能防范于未然 把恶毒的事情 遏制在萌芽状态 与人交往 也是如此 不让恶人围困自己 而是一开始就保持距离 孔子在鲁国做官时 有人报告 马就失火了 大家急匆匆赶到马就 有人担心马被火烧 有人盘算建立马就 要花多少钱 孔子和大家想的不一样 着急地问 人怎么样了 坚持以人为重 这是人 也是人品 朱熹在《珠子集注》中说 非不爱马 然恐伤人之意多 故魏霞问 该贵人见处 理当如此 现实社会里 很多人对自己的利益 看得很重 对家里的奴仆 却爱理不理 甚至认为 奴仆拿了自己的钱 应该如此这般 不把人当人看 不把人当人看 这样的行为 一看就是 掉价的行为 公交车上 一个美女 坐在位置上 一个农民工 提灼装灰的桶 不小心触碰到 美女的裙子 美女马上柳梅倒树 陪我裙子 这么贵的裙子 你赔得起吗 裙子很贵 比人贵 我的东西最好 还不可侵犯 这样的惯性思维 很快就体现出来了 地铁上 有母亲提着行李 背着孩子 但是没有人让坐 母亲只能靠边站 摇摇晃晃 背上的孩子开始哭泣 有人骂骂咧咧 能不能安静一回 见不如飞的老爷爷 上了公交 逼着孩子让坐 骂声不绝于耳 声音也很洪亮 可是老爷爷 就是没有红脸 商家在商品的包装盒上 稍微修改了一下 就蒙蔽了很多的顾客 导致商品以次充好 一根火柴 价值几元钱 却能烧掉价值几百万的房子 一句话 几秒钟 却能伤害夫妻情分 一辈子 不因善小而不为 不因恶小而为之 这才是好人品 二 大事见人性 很多人 为了做成某些事情 会克制自己的言语 让自己的本性得到优化 贪婪 贪婪的人 也会去做好事 让人觉得 他是大善人 比方说 某商家去做捐款活动 捐钱不多 但是宣传的费用 但是宣传的费用却很多 还要求被捐助的人 送紧旗 写感谢信 看清人性 就要看大事 看他要设计什么样的结局 在三国演义里 赤壁之战对三分天下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孙刘联盟形成了 一起对抗北方来的曹操 为了打败曹操 周瑜让黄盖 混入曹操的军营 便于放火 如何才能得到曹操的信任 黄盖想了很多 忽然 黄盖怒骂周瑜 引发了一大批人的不满 周瑜也愤怒了 抽打了黄盖很久 带着皮鞭的伤痕 黄盖去了曹操的军营 曹操心想 一个老将军 不就是骂了上司几句 凭什么就被毒打呀 他来我军 我收留他 也算是救人一命 最后 曹操中了苦肉计 导致火烧赤壁的悲剧 人们留下一句邂逅语 周瑜打黄盖 一个怨打一个怨爱 同情受伤的人 这是一份善意 是人性 可是 透支善良的人 比比皆是 农夫与蛇的故事 在社会上 常常看到 贪图权势和金钱 这是人性 可是 很多人 就在权势上 下了一个套 你要是上位了 就是在火上烤 商家用送礼物的方式 吸引很多贪财的人 结果商家 开启了骗局模式 这是贪婪的人性 害人害己 爱一个人 做成了婚姻大事 这是人性 却很意外 遇到了爱情骗子 本质上 为了美色和金钱 晚清大臣翁同和说 美临大事有静气 不信金石 无骨贤 遇到大事 你不要被利益冲昏了头脑 学会判断事情的结局 看事情的转折点 三 无事见人心 无所事事 恰好是惹是生非的开始 人啊 一旦闲着 就会发慌 内心就有千万种想法 无事的时候 也意味着人生进入了低谷 比方说 失业了 没事可干了 唐朝时 柳宗元 刘雨昕 本是朝政的重要成员 后来被贬 柳宗元去了永州 住在小庙里 地方官员还算好 没有排挤他 刘雨昕就不一样了 虎落平阳被犬欺 被迫住进了斗市 没有了重要的工作岗位 柳宗元反而有了闲情 到处走一走 还写下了永州八计等明天 刘雨昕更是不得了 留下了千古明天 陋世明 没有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是安定的 还是烦躁的 郁闷的 小窗幽记有言 独坐禅房 骁然无事 烹茶一壶 烧香一炉 看达摩面地图 垂帘少请 不觉心静神清 气柔西定 原来 无事的时候 最好的状态 就是心定 心定了 人生才会安静 才可以深度思考 要不了多久 就能厚积薄发 千万不要 无事就找事 四 好的人生 无事不扰 有事不托 有求不推 有难不必 这人世间 对你笑的人 不一定怀着好意 也许是算计的开始 对你骂的人 不一定怀着恶意 也许是恨铁不成钢的父母 教你冷水的人 不一定是敌人 也许是阻止你犯错 给你点赞的人 不一定是朋友 也许是捧杀 历经大事小事 再去看人间百态 就知道 趣味存真 不管遭遇了什么 那都是一场修行 都会成就更好的自己 睁开眼 看外貌 闭上眼 看内在 也许是